西洋大人 每天告诉你好天气 天气的话 今天跟昨天比较起来 是比较不稳定一些 那么在温度方面 下雨跟云量增加 也会使得今天白天的高温 会比昨天稍微降低一些 不过因为湿度提高 所以普遍还是会有闷热的感觉 所以提醒大家 今天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 那么还是可以穿着 比较透气的衣服 前往低洼地区或是山区 比较危险的路段 也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 那么封面目前的位置 在台湾北部海面 而且几乎已经碰出到 台湾的陆地 那么封面的话 是往东北方延伸到 日本南方海面 往西方的话 是延伸到这个 中国的广东 以及广西一带 那么虽然封面没有直接 来到台湾的上空 不过封面前缘 已经在海峡的北部 到台湾北部海面 发展出对流云系 那么今天上午 这个对流云系 就会移到台湾的这个陆地 那么会使得台中彰化 以北地区 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 那么西南风 以及地表的加热 也会使得中午过后的 这个热对流发展 更加旺盛 那么因为封面的位置 比较偏北 所以在云林以南 相对于 这个中北部的话呢 云量会比较少 就是南部的话呢 天气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一些 但是云量整体来说 比昨天 还是比较偏多 而且这个上午呢 会有局部零星 短暂阵雨的机会 下午的话会要留意这个 午后对流流的发展 所以降雨也会增加 那么东半部的话 因为是在西南风的被风测 所以天气相对比较稳定 但是宜兰跟北花莲的云量 还是稍微偏多 也有午后雷雨的机会 台东的话就是降雨几率 比较偏低了 还是比较炎热 比较晴朗的天气 那么这波封面的影响 会持续到明天 到礼拜五的时候 封面就会逐渐远离 天气也会慢慢好转 那么但是到周末的时候 都还是会有一些 残留的云气跟水气 所以各地还是会 比较容易有午后雷雨 那么到下个礼拜一开始 封面会北台到 这个中国的长江口 以及日本附近 那么台湾的话 会慢慢进入夏季 型的这个炎热天气 以上气象油 天气风险 赖中伟提供 点灯